每天学点智慧,0927,关于自我保重的十条名言。 一,有些时候,悲伤往往会变成生命的力量。 二,学会想念一个人,但却并不想要他们回来。 三,不要指望得到你所付出的,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,拥有与你一样的一颗心。 四,尽量别再告诉别人,他们不需要知道和了解的事情。 五,你关心别人的事情越少,你自己获得的快乐就越多。 六,没有人太忙,很多忙其实是一种假象。 所谓忙,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优先事项罢了。 七,做了正确的决定后,即便是感到了悲伤,但也是值得的。 八,当你期望获得更少的时候,你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好。 九,永远记住,某些人对于你的努力,仅仅只是反映了他们对你的兴趣。 十,人必须保持忠诚,但也不必过于愚蠢。